19moment這個名字 你會小心 很久了 精選碟的概念 應該是我們出了第三隻碟 再次心跳的時候 我們已經跟Gary一起吹水 我們有朝一日要出精選碟的話 這隻碟一定要叫19moment 然後這隻碟有19首歌 就是這樣 當初 其實真的不會想精選碟 是要以一個重編重錄 這麼大的 勞思動眾的方式去做 我懷疑當天你們純粹都是因為那個名字 亂說的 真是亂說的 那就去到18年年頭 那段期間很想 去找一個studio去做一個實驗 那個實驗就是 我們四個帶一批 我們都練好了比較熟悉的歌 然後去到 做Live Recording 即是我們四個同步要一起彈 另外呢 就試一下一些analog的錄音 即是可能是 那些器材就是 不是用電腦器材來做的 然後 錄完出來 我們Mixing的部分 都是在Mixer那裏做的 那就是analog mixing 我們想試這件事 然後就覺得 不如就用這個project來做吧 那接著就 落實了之後就發現 死了 原來我們二十幾天要做 即是我們 二十三天 那時是未發現的 直至到我們真的 飛去美國的時候 頭一天還可以很輕鬆地 我們先吃東西 即是到埔 要結束一下 對啦 去時代廣場先 真的去了 還有抗jack 我們要 抗jack 對 死都不睡 落了機之後 直至到 錄了第三天 就開始發現 咦? 我們有少少出事了 為甚麼 因為二十三天裏 其實要做完十七首歌的 Mixing, Recording, Editing 原來真的挺難的 我當初沒有計算過 只是想 也有二十三天 很足夠做 一天做一首就行了 是啊 那時天真地想一天做一首 其實也想到不行 但是 以你們平常的做法 不是一天做到一首歌 是嗎? 是的 平時如果 兩三個星期一首 做新歌 我們真的要兩三個星期一首 但是我們有一個 打了底是甚麼 就是 這些是舊歌 玩過的 打算去到 我們當時有個說法 就是我們去紅館做過Show Live也是一次過玩完 沒有人讓你再 彈錯舞也再回頭 也對 因為一首歌很足夠做 但一首歌也是五分鐘左右 誰知道原來 自己是不會讓自己過到這一關 misschien四個星期一 看看 それ而言 沒人 你再看 旁邊 是 你的 你 是